政府修改住宿前法案计划把非法转播纳入形式化 六家公天业者马上邀展多个可能涉及版权问题的电视频道 预计全澳9万户公天用户受到影响 有每天追看的观众显得一脸茫然 可供选择电视频道大大减少 付费接驳有限电视 首次安装费就要288元 每月还要付出168元月费 光是一年就要多付2000多元 市民又能否接受呢 多个台湾频道首当其冲被腰斩 有时事评论员就认为 北区有十多万居民惯常收看台湾频道 认为政府这次修法极旧章 剥削了公众的选择权 也进一步收窄澳门的资讯自由 很明显自那间公司都不在乎你一样东西 你为什么澳门政府突然插着手下去 决定本身背后有没有政治的意含呢 大家都知道最近这几年台湾的民主发展非常快 很多澳门市民看了台湾的民主选举过程 其实有部分人是模仿的 那是不是从钉死了台湾的节目 就令到澳门市民更加乖更加变成顺民呢 谭志强认为政府在收回有限专营合约 有效解决公天争议之前 应该维持现状避免在节外生枝 澳门卫视猜配姓陈健澳门报道